1948年11月末,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六大兵团对峙于小小的徐州府邸,战场局势顺其万变,军情紧急,蒋介石犹豫不决,进退维护。 而中国共产党却迅速制定计划,付下天罗帝王,维歼皇帷兵团。 那么为何下一个目标是皇帷呢? 百家子盘栏,邀请著名军女作家王树增,为您精彩解读淮海战役中,高维皇帷兵团之,天罗帝王。 1948年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在碾庄须全监了国民党军的黄百涛兵团,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 在黄百涛兵团覆灭之后,淮海战场的局势却更加复杂。 国民党军徐州集团的三个兵团紧密压缩在一起。 孙元良兵团驻守徐州,前去解救黄百涛的李尼和邱清泉兵团,停在徐州以东的半路上。 在徐州以南,国民党军的刘汝明和李延年两个兵团正沿京土铁路由南向北缓慢推进。 而在徐州西南,皇位兵团正奉命从河南进入淮海战场。 一时间,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与国民党六个兵团,对质在了这块小小的华东腹地。 那么,第二阶段的淮海战役将如何展开,国共双方又是怎样谋划战略布局的呢? 著名军女作家王树增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王树增解读淮海战,第四集,天魔地魔。 在黄百涛兵团被歼灭之后,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有六个兵团。 再向一起靠拢。 而这时候,打黄百涛兵团的华东野战军刚刚作战完毕。 在徐州附近和徐州附近的三个兵团对峙的,距离很近。 随时可能发生新的战斗。 而中原野战军占领了宿线,也就是切断了金布铁路。 完成了分割、淮海战场、国民党军两个集团的任务。 同时也阻隔了徐州集团向南撤退的通道。 但是,中原野战军是两面受敌。 那么具体是怎样去进行下一步作战呢? 中原野战军此时也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也就是说,在黄百道兵团被签之后,淮海战场上,双方军队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之内对峙着,都在窥视着对方。 你下一步要干什么? 都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双方都知道,必须迅速地有所行动。 不然哪一方慢了一步,很可能要造成被动。 其实,毛东和中央军委已经对下一步作战做出过设想。 你比如说,一开始的设想是这样的。 华东野战军打黄百桃兵团,把它吃掉之后,向东,也就是向海岸线的方向,向连云港,灌云方向,去攻击那里。 实际上,这是带有一点,打完一战之后撤出战场中心的意思。 但是这个设想很快就被否定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中央军委做出了,把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完全封死,一个不漏的全歼。 这样一个设想撤出中心战场,显然不适合。 这个设想被否定掉了。 接着,中央军委也又做出了另外一个设想。 就是华东野战军在歼灭黄百桃兵团之后,联系作战,掉过头来,包围和歼灭。 从徐州出来,增援黄百桃兵团的邱金田兵团和李明兵团,两个兵团。 淮海战役的总前委研究之后也觉得不行。 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华东野战军打黄百桃一个兵团,12万人,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没有得到休整之后,再围住国民党军两个兵团,那就是24万人了。 胜算不大。 还有一点原因,你在围住这两个兵团的时候,其他那四个兵团,他势必先来增援。 那么增援谁来打援呢? 中原野战军打援。 按照当时中原野战军的实力,恐怕很难完成这个任务。 如果一旦包围了那两个兵团,又吃不下来,中原野战军又阻击不住的话,那么这后果是很严重的。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战场局势瞬息万变,争分夺秒。 国共双方谁能率先做出正确决定,并付诸实施,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虽然歼灭了黄百炮兵团,但无论是战局还是实力都没有占据明显入势。 那么,在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将会做出何种角色? 那么,蒋介石又会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那么,我们知道黄百炮兵团被揭灭的时间是1948年11月22日。 那么,到了23号这一天,也就是他被揭的第二天,双方的统帅部和战区的将领们都紧张起来了。 为什么?要马上做出决定。 蒋介石得到黄百炮兵团被全监的消息是23号的上午9点。 据有关史料记载,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神色比较沮丧。 一句话也没有说,两个小时之内没有做出任何处置意见。 接近中午的时候,他来召集高级幕僚来开会,研究怎么办? 高级幕僚们一致提出了一条主张,那就是放弃在淮海战场和共产党军队进行决战原来的计划。 叫做徐凤会战的计划。 不要决战了,把所有的主力赶紧万难撤,撤到淮河一线以保卫南京的安全。 但是,全面撤退这个话好说,具体研究起来怎么撤,这麻烦就来了。 你比如说,几十万大军万处撤的话,国民党军是依靠公路和铁路的。 那时候铁路已经被中原野战人给截断了,速限在中原野战军之首。 你过不去,你要想撤退,你必须打通这条线。 打通这条线,就要调集兵力来进行攻击。 还有一个,撤手,往哪撤?撤到哪条线作为新的防御线? 哪条线最可靠? 几十万大军撤退的时候,怎样互相掩护? 你比如说,你要撤到华河一带,苏北地区,两淮地区,也就是淮英那一带,是守还是不守? 都是问题。 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一个一致意见。 最后做出一个决定,说啊,还是把徐州的指挥官刘志,杜一鸣,接到南京来,一块商量。 在他们没来之前,暂时修会。 请注意这个暂时修会这四个字。 这个时间是11月23日。 我可以说,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的高区统帅部,在未来的日子里,就会为暂时修会这个四个字,后悔一生。 也就是这一天,暂时修会这一天。 共产党方面,迅速做出了决定。 这个做出决定的速度是惊人的。 也就是那天晚上,晚上九点,毛泽东电报发出来。 发给了华海战役总签尾。 这个电报没有具体是怎么打法,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坚定了一条华海战役的总原则。 那就是不让国民党一兵一卒越过长江,一律全监在长江一北。 这个电报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最后真正明确了华海战役的总原则。 也就是毛泽东这个电报刚发出的时候,有一封电报从华海战役总前委发向了中央军委。 这两封电报在空中这么交叉了一下,时间大约是晚上十点。 总前委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当中提出了具体的打法。 怎么打法? 集中中原野战役的全部主力,以及华东野战役一部,全监黄围兵团。 刚才我们说了,黄围兵团的位置在哪? 他自己从河南方向斜着插进来的,推进还挺快。 选择了这个全监的目标。 同时也做出了,在全监黄围兵团的同时,华东野战役担任组员的任务。 这是一个新的战役设想。 也是个很大胆的战役设想。 这个电报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看完了以后,立即回电。 三句话非常简单。 第一,完全同意打黄围。 第二,中原野战军在作战的时候,华东野战军必要时刻,要给一帮。 第三,前线军情紧急,没有大事,不要紧失。 而共产党一方做出这样战役决策的时候,天就亮了。 把渠州的杜一鸣和刘志接到南京接着开会吧。 大家对全面退守,不决战的全面退守,怀河一线,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杜一鸣提出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几十万大军万难退守,撤退。 那么,此刻,华东野战军在徐州附近和他对峙着,距离是很近的。 那么要求,要不然就是邱清泉兵团,要不然里面兵团,你先把华东野战军给打退了再说。 不然咱撤退的时候,侧后不安全,也就是说追上来这么办。 第二,撤退必须打通金浦路,打通铁路,国民党军没铁路他走不了。 那么打通铁路就得要求增加兵力,我这个兵不够。 他跟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要求,增加五个军的兵力。 蒋介石对第一个先决条件不置可否。 对第二个马上给你拒绝,说不行,五个军我没有。 我充其量给你三个军。 话说到此,这会就散了。 通过上边的叙述,我们也知道双方在决策过程当, 无论是决策的内容还是时间,有巨大的差异。 国民党军不但放弃了决战的计划,而临时改为撤退。 而且就是一个撤退的计划,也让人莫名其妙。 好,你是在撤退。 但是,你还要在这个战场上投入三个军以上的兵力。 你是撤退还是进攻呢? 你撤怎么个撤法呢? 你是攻哪里呢? 一笔糊涂账。 没说清楚,别说蒋介石不清楚。 那战军将领们也没搞清楚,反而就是一个字撤。 但是,共产党军队一方,他的决策非常的明晰。 那就是说,坚决阻击向黄卫兵团增援的国民党军队, 然后像消灭黄百刀兵团一样,把黄卫兵团一口吃掉。 当国民党方面犹豫不决,进退为虎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已经迅速确定了淮海战役的总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成为了人民解放军最后取胜的精神力量。 下一步,人民解放军黄目标对准了新进入战场的黄卫兵团。 那么,黄卫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又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呢? 在国民党军队序列当中,黄卫兵团是属于第十二兵团。 这个十二兵团,实实就是说,可不是个弱敌。 十二兵团有四个军加一个快速纵队, 这四个军是第十、第十四、第十八和八十五军。 再加上一个快速纵队。 十二兵团是刚刚组建不久的。 它是以十八军为主体组建出来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央敌系部队。 装备好,兵员族,突击能力强,作战意志也好。 他的军长是杨柏涛。 第十军在以往的战斗中被共产党军队殲灭过一次,也是重新组建的。 但是组建的时候,所有的中下层军官都是从十八军配过来的。 那么也可以说他是一支底细部队,作战能力也不弱。 他的军长叫秦道善。 第十四军的作战能力稍弱一点,但是也不比第十军弱多少。 第十四军的军长叫熊寿春。 熊寿春是黄维的黄埔军校的同学,也是他的老乡同乡。 快速纵队是从十八军主力师当中提出一个师来,加强了装甲装备,具有很强的突击能力,和重炮的支援,火力支援。 它是当作一个突击部队使用的。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军,加上这支快速纵队,基本属于同派同宗,都属于臣臣派系的。 他们互相有相互支援作战的意识,有共同作战的意愿。 黄维也能指挥得了,黄维的部队,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八十五军,这八十五军是临时边境十二军团,十二兵团的。 这八十五军可不是陈城的部队,这八十五军是陈城的对立面,和英卿的部队,军长叫吴绍舟。 黄维唯独指挥不了的,就是这个军,不听使唤的,不是一派。 往后的战役证明,恰恰就这八十五军给黄维造成了一个致命的灾难。 那么原来并不属于淮海战场的十二兵团,怎么到了这儿呢? 这说起来,也和黄维的本人的性格有关。 这个十二兵团刚刚组建的时候,隶属于白重喜指挥的华中小总部队。 而且大家也知道,蒋贵两戏是死冤家。 简直是指挥不了白重喜部队的。 所以说白重喜集团在内部成立了十二兵团以后,他就命令皇位兵团到河南境内中原地区去扫荡去。 扫荡中原解放区,这个兵团还在执行这个任务,在扶牛山里转来转去,也没有扫到什么东西。 结果被中原解放区的地方武装打得够呛,人困马乏。 但是官兵们都有一个想法,赶紧打完仗,赶紧回家。 他们所谓的家政长是武汉。 十二兵团的兵团司令部在后勤基地在武汉。 军官的家属们都在武汉。 赶紧回去吧。 就准备收拾行装,我回走的时候,他们接到了一道命令。 蒋介石直接命令他们从河南方向斜着插进华海战场来支援徐州方向的作战。 我们刚才说了,白冲鞋肯定是不听他的,蒋介石的命令。 但是黄维不一样。 黄维是嫡系出身。 他要坚决执行命令。 所以说接到命令之后,没有忧郁。 把那些伤员啊,什么后勤部门的人啊,然后一些资重啊,带不了的,统统送回武汉。 然后掉头就进了这个华海战场了。 这个十二兵团从河南方向进入华海战场是单独行动的。 他路途经过很多条河流。 更重要的是,沿途不停地受到中原解放区的地方武装的阻击。 越走官兵们,越生再到,谁不想回家啊? 我们又和那个华海战场徐州集团没有什么关系。 让我们去打什么仗啊? 但是,黄维司令官严令部队,不许停留,要迅速前进。 在某种意义上讲,黄维兵团最后被选中了是被迁的目标和黄维的作战积极性有关。 那么,黄维是何须人也? 黄维啊,那年才44岁,他还比较年轻。 他20岁那一年啊,家里很贫苦。 他是江西人,他准备报考黄埔军校。 最后帮助他报考黄埔军校成功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方志敏。 因为方志敏是他的老乡。 在黄埔军校当中,黄维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也很刻苦。 北伐的时候他已经是团长,1938年,黄维就当上了十八军军长。 当时蒋介石送了一张照片,他照片,上面贴了几个字,叫陪我将军存念。 蒋介石送将领的照片,他要提字,那个陪我或者叫什么,那是将军的字,名字之外的那个字。 但是我们知道,黄维的字不是陪我。 黄维的真正的字叫做误我。 竖心旁边,误我。 这可不是蒋介石不小心写错了,他是故意的。 何为陪我,培养我也。 自此,黄维就把自己的字,就索性改成了陪我,以蒋介石弟子而感到自豪。 所以说,黄维的街道,仅仅是让他进入淮海战的命令的时候,执行得非常坚决,丝毫不懈怠,没有任何巨战的那种胆小,怕事,拒绝作战的想法,有非常强的作战意志。 直到他被捕的时候,这种作战意志都没有削弱。 也就是他本人吧。 他那些军长们、市长们,包括他那些士兵们,是死活想不明白,我们到那干嘛去。 作为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学生,黄维从内心深处是绝对支持和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的。 所以,尽管蒋介石与白崇禧矛盾重重,尽管未来前途茫茫,黄维依然非常坚定在率兵请进淮海战场。 他作战的积极性,使他成为了人民解放军围艰的目标。 但黄维兵团是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战斗力非常强。 那么中原野战军将如何对他进行维艰,在维艰过程中又将付出怎样的牺牲呢? 就是十二兵团突进在淮海战场的时候,中原野战军做出了部署,以第四、第九纵队和玉碗苏军区的一些地方部队负责阻击皇位的第十二兵团。 一边阻击一边撤,一边阻击一边撤,把他们引入大口袋里边来。 同时,华东野战军开始阻击其他的四个兵团的靠近。 我们知道,阻击皇位的第十二兵团是一个严峻的战斗。 我们在史料当中查到了很多惨烈的战力,都发生在阻击战当中。 因为皇位兵团的作战能力非常强。 他突击以他最主力的十八军搁到中间,第十军和第十四军搁到两侧。 那个不大听指挥的八十五军搁到套套。 在飞机踏坡的掩护之下,强行并行的往前突击。 我们的中原军的官兵只有一条路。 用血肉制起来阻挡你。 尽可能的持续时间,让我们的主力在后边形成一个大口袋。 口袋没有形成之前,绝对不能让皇位突过来。 所以说我们的四冲,四冲当时的司令员陈庚,他跟战士们动员说,中原野人军在转战大别山的时候损失很大。 也就是我们四冲还算是兵强马撞吧。 所以说我们四冲要主动承担打硬仗的任务。 四冲确实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我们在史料当中查到了一个四冲的一个连长。 叫桑金丘,负伤的时候,嘴里全是欺负,说不出话了,也站不起来了。 那年才在二十三岁,别人想给他抬下去,他不走。 他说我坐这可以,只会作战。 他不怕死,他决定就死这儿了。 他入伍的时候,第一场战斗是中原野人军打邯郸的时候,邯郸战役。 邯郸战役说他是新兵,第一仗他确实有点害怕。 全连打剩下没几个人了。 那是他十几岁的第一次见到死这么多人。 但是他在老战士身上学到了这种坚强的作战意志。 他跟着部队在转战大协卫山的时候,曾经桑金丘领导带着这个连和部队师去联系了。 他居然在深山里转战了好几个月,才找到自己的主力。 所以他永远记得他的领导跟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就是为天下人的解放而吃苦而牺牲的。 三金丘轰过之后被抬走了,抬到一个村庄里。 等他醒来,他发现这个村儿离他们家不远。 而且有的战友已经报告他们家了。 他爸爸就来看他了。 父亲一见到他,就像一个雪人一样哭起来了。 但是听说他儿子当连长了,又乐起来了,又高兴了。 这三金丘就问他父亲一句话,说我妈还爱白饿。 父亲跟他说,你妈不爱饿了,家里分的地了。 工长党的土改工作得跟我分的地了,我们自己可以种庄稼了。 三金丘把自己的唯一的一块营养给了父亲。 说回去带给我妈,你告诉我妈,让她好好活着。 等着我大完蛋回来。 他儿子就为了天下的母亲都不挨饿才作战。 一定要等我回来。 我一定活着回来。 四纵的这些官兵们就是用这种精神和敌人血拼着。 一步一步阻击着十二兵团的前进。 阻击到最后的时候,终于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命令很简单。 把他放过来。 我们的口袋已经布置好了。 下一步血流成鹅的该是他们了,不是我们了。 在11月24号这一天,不停的催促部队往前前进的皇位突然感到不对劲。 这个仗越打越糊涂。 他看不明白了。 于是他把军事将领召集过来。 这军事将领召集过来以后,纷纷跟他说,司令官可吃不得了。 不论如何不能再往前走了。 前面肯定有陷阱。 咱们是孤军深入了。 太危险了。 说的不要再往前走了。 咱们往旁边走吧。 旁边离着金浦县很近。 我们知道金浦县上有李延年兵团正办北推进。 离着李延年兵团很近。 说咱们干脆让他上那靠拢去吧。 靠拢他了,咱就安全了。 这个皇位忧郁不决。 忧郁不决的原因只有一条。 如果改变方向的话,那就是冒着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的后果。 从皇位的性格来讲,他不愿意这么做。 那是个典型的军人。 我坚决执行命令。 但是由于到半夜12点的时候,终于觉得,那好。 既然大家说改变方向,那咱就改变方向。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黄文有改变主意了。 原因很简单。 85军不是在后头呢吗? 派了一个参谋给85军送他的首令。 也就是改变方向的首令。 这参谋走了,再也没回来。 连吉普车也不见了。 黄文说坏了。 肯定被抓走了。 如果找不到参谋的下落的话,不能盲目。 行动。 结果一直在这等。 等到了25号的中午,还是不见了参谋。 上哪去了? 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那参谋早就被我们抓走了。 那个命令早就在我们指挥员的桌子上了。 到了25号中午,再也没回来,不能再等了。 那就赶紧改变方向。 但是这时候已经晚了。 耽误了十几个小时。 黄文为此,肯定会后悔中心。 因为这个时候,中原野人民的各个主力纵队已经扑上来了。 十八军是走在最前面的。 他们走到了一个地方,叫双堆。 懂得战士的人都说,华海战场有几个著名的地点。 注意双堆极,一个小村。 走到那时候天就黑了。 说不行,我们的汽车、坦克、重的炮,天黑不能走。 咱们只能在这儿了。 于是双堆极的小村就乱套了。 你想想,数万人集中在那么个狭小的地方之内,它能不乱吗? 四周全是枪炮成大作。 哪个方向都发生了作战。 也搞不清楚共产党军队到底来了多少人。 那是混乱的意义。 十八军军长杨百涛,再次找到了他的司令官。 再次提醒他,司令官,你赶紧下决心吧。 赶紧调转方向,赶紧走人吧。 不能这么待着下去了。 为什么? 他提了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我们捡到了很多传单。 这个传单上写着活捉荒为。 这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它就是冲我们来的。 人家目标已经定死了的。 第二,共军这次现在的态势很反常。 原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向来是各自为战的。 这次他们混了一块了,肯定要打一场硬仗。 况且,共军向来是侧击、尾追,是这样的战术。 现在不是,他前面硬顶。 顶咱们干什么? 这不是要吃掉咱们吗? 这不是很简单吗? 还有一条理由,也是很古怪的一条理由。 他说,据我所收到的情报,我们后边跟着很多老百姓。 这个老百姓是共产党动员起来的老百姓,全是民兵。 其中有一支队伍叫王老汉游击队。 而且据说这支队伍是从中原解放军区一直跟着我们,跟到这儿,跟了好几百里。 我就查这个资料,想查到王老汉游击队到底在我们中原解放军当中哪个序列当中,查了半天我没查到。 我也不知道杨军长这条情报是从中何而来的。 但是他说明一个问题。 也就是皇位兵团此时已经落入了共产党军民布置的天罗地网之中。 他被包围的地域非常狭窄。 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不到5公里,就这么一个小地方。 12万人。 这个时候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给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苏毅打电报。 说我们已经把皇位围住了。 估计三日之内解决战斗。 当然这个电报实在是太乐快了。 这是后话。 中央军委毛总也来电报。 说你们把皇位兵团围住了。 有歼灭的希望。 极好极卫。 毛总很高兴。 只有皇位一个人知道大事不好。 因为他已经落入了陷阱了。 这时候他收到了一个劝详信。 是用广播的形式。 公开广播的。 是毛总气草的。 内容是。 黄伟和你的官兵们。 你们已经落入包围圈了。 请你们以长春的郑东国将军为榜样。 赶紧投降吧。 为了你们练习你们官兵的生命。 放下武器。 只要放下武器。 一律优待。 士兵优待。 黄伟一样优待。 黄伟会不会投降呢? 黄伟绝不会投降。 我前面说过。 按照他的性格。 这是军事较量。 他不怕。 他被捕之后。 我们的领导曾经问过他。 说当初你已经意识到你被围了。 你为什么不赶紧突围而出。 他说了仨字。 我还想打吗? 但是。 虽然把黄伟兵团紧紧围住了。 但是形势非常的严峻。 为什么? 我刚才说过。 黄伟兵团十二万人。 他有很好的装备。 他有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重装备。 他单兵装备也非常好。 弹药十分充足。 作战意志十分坚强。 包围他的中野野战军也是十二万人。 兵力上持平的。 不占优势的。 但是在武器装备上可差距就大了。 我们知道中央野军军刚刚从大别山转战出来。 转战大别山的时候重装备基本都丢掉了。 都埋掉了。 部队不但疲劳。 而且基本就是靠轻武器作战。 但是面临这样一个局面,邓小平向中原野军发出声。 说这是决战。 说要把蒋介石的脊梁谷打断。 即使在这场战斗中中原野战军全部打光了。 我们其他的各种大军照样能够横渡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所以说中原野军所有官兵, 人人就要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决死的精神。 人人要准备烧铺草。 什么叫烧铺草? 中原老百姓有一个习惯。 人死了以后,把这个人生前睡过铺草割的野地烧掉。 死了人也叫烧铺草。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 这些高级的将领们也准备烧铺草了。 那么维艰皇位兵团的作战将是一场怎样的决战呢? 请听下一讲。 谢谢。 在国民党军黄百套兵团被歼灭后, 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与国民党六个兵团对峙在了小小的华东土地。 面对淮海战场的复杂局势, 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经过认真研究, 迅速确定了下一个维艰目标是刚刚进入淮海战场的王伟兵团。 中原野战军经过艰苦作战, 把皇位兵团包围在了双堆起。 那么, 皇位面对中原野战军的包围会作何反应? 下一步的战场局势又会如何发展? 与你作家王树增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王树增解读淮海战役第五集, 《终于旺远的新闻》。